中美贸战打响第一枪北京警铃大作,中美贸易战6日起打响时时在在的第一枪,有西梅分析,从股市和人民币的跌幅表现来看,川普似乎已经赢了路透社表示,中国将面临一段非常棘手的时期,经济增长承压,出口承压股市和汇市也承压,实际上到处都警铃大作。 广告7月6日,美国零时起,开始对中国34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加征关税,清单中尽量避免了对中国手机和鞋类等民生消费品的关税,中方随后也寄出了同等关税。 报复清单涉及的数百种美国农产品包括大豆、猪肉、乳制品、坚果、蔬菜等华尔街日报报道说,这是中美双方在准备进行数月甚至数年的贸易战中打响的实实在在的第一枪。 财经分析师布格斯·Matthew Budges对彭博社分析,若从股市的角度来看,美国总统川普Donald Trump可能已经赢了他说中国基准股指。 今年下跌约17%7月5日,创下2016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此次跳水是在美国宣布,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之后相比之下,美国股市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2.4%表现优于亚洲股市和摩根士丹利国际资本指数。 在美国宣布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最近一段时间内,离岸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已经连续十多,各交易日跌跌不休6月创下记录上,单月最大跌幅贬值,约3.3%,而且跌市一直持续。 到7月,路透社7月6日,称,一项对汇市策略分析师进行的路透调查显示即使一年后,人民币对美元意料,仍无法收复6月期间的跌幅。 路透社援引荷兰合作银行的麦克尔·麦克勒威,表示中国将面临一段非常棘手的时期,经济增长承压出口承压,股市和汇市也承压。 实际上到处都警铃大座美国总统川普则表示,对中国征收惩罚性关税,将使美国更强大。 美国总统川普7月5日蒙大拿州发表讲话时说,我们是银行所有人,都从我们这里偷钱,在中国方面,500亿美元的关税,将实施另外2000亿美元的关税,也在就绪。 川普也表示,我尊重中国,我尊重习主席,但是他们一直在扼杀我们,去年的贸易逆差是570亿美元,这不好,这不是自由贸易。 这场战争在很多年前,就输了川普5日在飞往蒙大拿州时,在空军一号上对CNBC记者说,如果北京暴富的话,他会考虑向额外的5000亿美元商品征税。 欢迎讨历我来akuka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